好 好 修这个可费我老大劲了 电信号我都跑遍了 终于给你修好了 谢谢 您这爱好还挺特别的 这好多年了吧 那我先走了 小何主播 我以后不能经常听你的节目了 你的朋友小肖给我买了车票 我决定回到家乡重新开市 祝你一些多好 叶花儿 今天录了几条 快走 重组家庭的暗战 小何主播 闺蜜和我弟二三室 小然那边还有什么呀 咱们别录音了 以后接真正的听众来电吧 真的听众 真的听众怎么有几个呀 再说说什么 咱们也控制不了啊 那就有几个接几个 再给我写的录音 也只是意识地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要想结合做得长久 那必须得真正地帮到别人才行 这还是何孝然呢 都知然起来了 我只是不想想刘先生的名 让她把我也给安排 何孝然说得是对的 咱们这个节目 虽然勉强保下来了 但咱没有听众 没有口碑 说撤还不如撤了 所以说如果咱们能拉到广告 就有时间慢慢地培养 咱们真正的听众和口碑了 多大点事啊 我回去让我妈给咱们灌名就行了 那你还是让你妈 直接给我们打钱吧 不是我打击各位 还广告呢 咱一年多连个口播都没捞上完 不过有个机会 下个月就是广电的招商会了 我 你步子派得够大的 广电系统招商会 一年就两次 有多少节目要上招商会 几个脑袋 您好 您好 能帮我们扫个二维码 扫个票吗 谢谢啊 谢谢 一定要帮我们投了 您好 关注一下 后面有二维码 不用 谢谢 扫二维码就行 能帮我扫个二维码吗 帮我扫个票 谢谢 您好 关注一下 谢谢 您好 关注一下 帮我们扫个二维码 投票吧 谢谢 欢迎加入校通讯社 校通讯社欢迎大家 学姐 你们通讯社有什么赠品 这动脉社送了钥匙扣 我们通讯社送了笔记本 你们呢 我们什么都不送 但是你只要加入了通讯社 就可以为自己发声 可以展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 也可以记录下这个时代 最真实的伟大和平凡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我可以给你们讲解一下 我们之前做过的精彩报道 好 这在上个月我们去采访了一个学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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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然 这边 你傻不傻呀 机器重要还是你身子重要的 机器不是几个钱 但是里面的影像 采访的内容可有价值了 这要是在战场的话 可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小然 你就这么想当战地机制 那当然了 如果你没有办法阻止战争 那就把战争的真相告诉世界 就把战争的计划 王总 您能再给我点时间吗 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们大家帮大家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节目 而且已经有十年人的历史了 它涉及了情感 生活 文化 各个方面 要不我约上您 下个星期的时间呢 王总再见 你要的文件 帮我叫辆车 人是要出去吗 停在对面车站 不用 师傅 谢谢不用 再叫一辆 好 不用 谢谢 不用 谢谢 好的 谢谢 小总 师傅说她不搭车 小总 我听说小河主播 已经在忙招商会的时候 每天都这么晚才下班 谢谢啊 师傅 谢谢啊 师傅 周主任 我是季风的总经理肖尚齐 欢迎 肖总 言情有为啊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同事 大家帮大家的小河主播 认识的 老同学 老朋友了 也不是那么熟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好 喂 我可帮你说不上话 人为言轻的 放心吧 你工作的大致内容 我已经清楚了 边听众录音 发传单薄关注 对客户死沉烂的 现在跟着领导 跑场第六十拍马 葛小人 这就是你想要的 你好闲啊 什么都知道 你尽快辞职吧 如果你继续在巫苏待下去 你这个人就废了 上次怪我 没有把话说清楚 等我把手头的事忙完 你就跟我回户谱 怎么样 可以开始了吗 那这边请吧 先去宴会厅 好 走 好 这里就是宴会厅 虽然看起来设施以前老旧 但是布置完之后 还是挺不错的 没事吧 不好意思 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毛病 一到会城比较大的地方 就有点敏感 一坦是有一阵子没清洗了吧 看来我这老同学 现在又多了新毛病了 不错了 无素的环境啊 没互补适合你啊 我呢就是在空气好的地方 待太久了 所以一到这种脏的地方 就比较敏感 快快走 跑了 你来啊 那咱们在哪儿跟这儿 好 干操什么 我们这里的优势呢 就是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接下来呢 客房 请 客房隔音差 床太硬 还有办公桌有破损 卫生条件堪优 用品廉价 而且这儿的装修 也显得有些旧了 而且他们这儿的早餐 出了名单难吃 团餐估计也好吃不到哪儿去吧 听说最近还老停电呢 近两天晚碰上过一次 要不咱们再看看别家 确实像你说的 这儿的硬件条件 不是太让人满意 但是萧总说得也对啊 这地理位置多好呀 离咱们台多近啊 再说萧总的方案我也看过了 那里面除了对过去五年的活动 做了很详细的调研之外 还添加了无数历史风情的 那个设计 我觉得特别吸引人 周主任放心吧 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都会修正了 其实我们还打算为了招商会 翻修整改整个酒店 你放心 我一定保证招商会圆满举行 那真是太好了 不过按照现在这个情况啊 我个人觉得 这个报价是不是还是有点虚高啊 能不能再捡一捡 打个八折 周主任 咱们是第一次合作 其实呢 我也想代表季风表达我们的诚意 尤其是何孝然 她是我的老同学 这个面子一定要给 不用了 咱还是公事公办吧 既然孝然觉得房间设施不好 那房费就免了 还有她觉得餐厅口味不满意 那餐费也免了 你们就出个场地费就行了 周主任 那你再考虑考虑 我还有事 期待我们的合作 好 好 谢谢萧总 谢谢 谢谢 小何 这面子够大的呀 这可给咱们台里省了不少钱 行了 现在我不想让你上台 都没这个机会了 给你一个名额 时间跟别人一样 都是半小时 不过你的稿子在上台之前 必须给我过目 过关才可以 谢谢周主任 谢谢 行 那我回台里了啊 怎么到底二人欠点人气呢